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我經常都在跟大家說 全世界誰打工打得最辛苦呢? 布林肯算是其中一個打工是最辛苦的 為什麼呢? 說實際上 美國國務卿都不是很高薪的 但是上班每天都要想想辦法 怎樣去說謊話 怎樣去說一些黑博的東西 去壓制中國 怎樣去無中身有 去說一些謊言 其實都很慘的 我特地替他慘 你看到布林肯近這半年都好像是老了很多 好了 今天正轉講一講他最近發什麼說話 5月15號 布林肯在2022年的國際宗教自由報告發表演講 就說中國在新疆實行種族滅絕 打壓宗教 這個都不是新事的 不過他又在舊事重提 其實現在美國打壓中國 打來打去都是那幾張牌 要不就是台灣牌 香港牌打不到 新疆牌其實都不是怎樣打到的 不過都久不久了 或者沒什麼打 唯有又找回新疆來打 就是這樣的心態 好了 昨天我們的中國華交部 又舉行記者會 蘇文斌就說 美方有關言論枉固基本事實 詆毀中國民族和宗教政策 充滿意識的形態偏見 毫無底線 荒謬致極 中方對此絕不能接受 堅決反對 中國政府依法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中國各族人民依法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 温文斌就說 現在目前中國各類信教群眾大概有兩億人 宗教的教職人員大概是三十八萬多人 宗教團體大概是五千五百個 依法根記的宗教活動場所是十四萬多處 僅在中國新疆就有二萬四千間清真寺 所謂中國搞種族滅絕更加是美國編造出來的世界謊言 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成立六十幾年以來 地區經濟總量增長了一百六十倍 維吾爾族人口從二百二十萬增長到一千二百萬 人均預期壽命從三十歲提高至七十四點七歲 目前新疆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民族團結、宗教和睦、民生改善 近年來已經有一百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 大概二千多名政府官員或宗教人士或記者 曾經前往新疆訪問 高度讚賞新疆的社會穩定和繁榮發展 理解支持新疆反恐和極端化的成就 事實上在美國國內很多的有識支持 他是肯說新疆真實的故事 很客觀地發表評論或者聲音 比如我們有時在社交媒體也看到 有美國人親身去新疆拜訪 拍片放上網說他在新疆去市集吃東西 很開心 看到當地人民生活都很正常 另外就是很自由 比如說他可以吃到很多新疆的美食 另外也看到在公園裡看到新疆的人民 好像有些體育的活動或者健身的活動 這些影片我們在社交媒體也看到了不少 所以郭文斌也特別提到 其實美國本身有些有識之事 或者是願意講真實話的人 其實都已經拍了很多影片放上網 所以美國繼續以僵制華打壓中國 只不過是在尋找這個藉口 國際社會應該向此看得清清楚楚 郭文斌最後就說 奉勸美方正視並反省自信的問題 尊重事實真相 停止搞雙重標準 停止借所謂人權、宗教、民族等等的問題 就是干涉中國內政 更不要企圖以此來壓制中國發展 好了 聽完文斌發言之後 我們看看一些真實的數據 這裡是新疆 就看到其實新疆 在今年一月到四月 那個外貿的進出口數據 都是非常好的 根據烏魯木齊的海關統計 今年一月到四月 新疆外貿的進出口總值達到949億人民幣 比2022年同期增長82% 其中出口是806億增長90% 進口143億增長49% 單單計算四月 新疆外貿進出口已經有268億元增長89% 有幾點值得提出來的 第一就是 新疆原來和中亞五個國家做很多生意 中亞五國就是烏茲別克、哈薩克 那幾個國家 塔吉克等等 新疆對中亞五國出口實現了連續三個月的環比正增長 分別的增長是4.9% 11%、14% 而四月的出口增長是107% 升到314億 四月很厲害 可能是復常之後 第二點值得注意 由一月至四月 新疆 單一貿易貿易夥本 和地區 由上年同期的 一百六十個貿易夥本 拓展到多少呢 一百六十五個 即增加了五個 即多了國家或地區和新疆做生意 那就是 一月至四月 新疆對中亞五國進出口 751億 增長92% 佔全國對中亞五國進出口總量的43% 即中國和中亞五國做生意 原來是有四乘三 43%是通過新疆去做的 這也是有幾大的數目 最大的貿易夥本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哈薩克 吉爾吉斯 還有塔吉克 這三個比較大的 就是在中亞五國當中 第三點值得提出來 就是原來 機電產品和服裝 在佔新疆出口是高達七成的 那這個是可以值得注意的數字 其中呢 這個電動載人汽車 太陽輪電池 鋁電池出口呢 增速比較快 分別增長了六倍 兩倍和66% 那最後一點值得提的就是 公路運輸 也是高速增長 那新疆的口岸呢 以公路運輸方式 對中亞五國出口增長 是高達139% 就是在頭四個月 那是佔了七成的 所以新疆其實是公路 就是用公路去運輸 那當然還有其他途徑 有鐵路 但是公路運輸呢 其實都佔了比重是多少 那這些就是真實的數字 烏魯木齊的海關 1月至4月的公佈 那證明呢 新疆的那個 進出口的業務呢 非常之蓬勃 而且不斷在今年 特別是1月至4月呢 有龐大的增長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 布林肯所說的 所謂什麼種族滅絕 其實就絕對是不成立 新疆的人口增加 就算你美國的 土羅市民 走到新疆去旅遊 都是可以很自由 也可以看到新疆的真正面目 看到人民的正常生活 也可以吃到新疆的美食 看到新疆的美麗的風景 人口也有數字顯示出 真真正正是增加了很多 那如果真正的種族滅絕呢 如果在這個世界上 我就會特別想回 就是當年 美國怎樣是將 本來在美國本土 所謂他們發現的新大陸上的 印第安人 怎樣去捕殺 由200多萬 殺到變成10多萬 這就是有歷史記載的 這就是真真正正的種族滅絕 就是你去到別人的地方 你將別人200萬的土著 印第安人屠殺 殺到只剩下10多萬 到今時今日 你在美國 找印第安人 不是找不到 因為他們已經強迫 搬遷到一些 沙漠地帶 可以說美國的沙漠地帶 那裡生活 很貧積的 生活條件是相對差的 到今時今日 都還可以發現到的 印第安人 不過就不是在繁榮的地區 那這些就是真真正正的 美國的種族滅絕 這個歷史上都有記載 大家上網搜尋印第安人 血淚史 大家知道了 我們小時候 都看了很多的 美國牛仔 西部片 那樣 當時我們被灌輸的知識 就是說 印第安人 紅了 野蠻人 要殺了他們 要不然 他們突然間 就會走來騎馬 用一支箭 射死你 所以當時 美國的騎兵 很威風 殺了一些壞人 就是印第安人 我們小時候看西部片 就是這樣 到我們現在 真正正正大了 真是明白事理之後 就知道 誰是賊 誰就是賊 喊足賊 就是剛才老師所說的 好 接著很快就講第二個題目 第二個題目 就講關於 古神巴菲特 又看看巴菲特的專用 古神巴菲特 和他的拍檔 Monga 被視為 過去幾十年 最成功的投資者 美國的一般市民 當然是正常一點 就不像政府 或者兩黨 政客 在那裡 鬥電 古神就很正常 很清醒 如何清醒 最近呢 就被揭發到 他是去年 下半年 才買入台積電 這個股票 當然 如果你明白 古神的投資策略 他就買了股票 是不會放的 他手上 比如說 美國銀行 美國運通 還有什麼 Seescandy 可口可樂 那這些股票 全部都開了幾十年的 他近年的最成功投資 當然是蘋果 他不是買了很久 只是買了蘋果 應該買了五、六年左右 大概 如果沒有記錯 大概五、六年左右 那已經是賺了幾倍 也都是他不斷 還在增持著 去年增持比較多 就是西方石油 事實證明 油價也是 站在高位 七、八十美元一桶 原來去年他也買過台積電 TSMC 台灣Semiconductor 大家知道 台積電這家公司 是半導體 現在是 在全世界都是很尖端的科技 掌握到 那就可以說 有人認為台積電 就是養起半個台灣 被視為台灣的神山 神仙的神雅 好了 但是最近發生什麼事呢 今年第一季 巴菲特旗下的公司 巴克希爾 哈薩韋 原來已經清倉台積電股份 就是把所有手頭上 持有的台積電 買了 他是去年年尾才買 而今年第一季已經清倉 就是 開貨開了大概一、兩季 就已經清倉了 可以說 對於巴菲特來說 是非常之少見的 似乎都是 迫於無奈 但是如果看回他的 買入價 或者賣出價 這個就是過去的 兩、三年的股價圖 台積電在 2021和2022年 曾經上過去 大概 140多元 這個高水平 這個美金 但是做了雙頂 之後回落 跌破支持位 跌破頸線 技術分析是很差的 所以就一直堆下來 一直堆下來 一堆堆堆堆 堆下來 破了這個110元左右的支持 就堆到到60元 股神就發覺60元是划算 所以股神就在去年的下半年買了 也有看到股神去買 效應 大家看到有股票 由60元扯上去 80元 然後反复回升 在今年第一季升至接近100元水平 但正正在这个时候,股神就说我不玩了 所以在第一季就沽出 估计他沽出的价价可能也在说 因为现在是85元左右 我当你100元左右开始沽 平均可能也有90元左右 我当你去年下半年买的 平均可能也在说60-70元左右 就是说股神是赚钱沽货的 应该60-70元买 就是80-90元沽 都赚了不错的利润 短短半年左右 那些人就会说股神是获利回套 短期60-70元升到80-90元 可能赚了20元也三成 可能是沽货而已 但如果熟悉股神的投资策略 或者投资的理念 他买股票是不放的 所以如果今次这样持有半年都不够 就赚了 那就很奇怪了 那看看数据先 去年第三季的末 即第三季尾 股神就买了41亿美金的台积电股份 那就是在去年第四季 就是增加持股 但今年第一季开始下跌了 那就是最近来说 就是宣布是清仓 那就非比尘常 那就是台湾有些国民党 有些人就在免书上表示 那就是了 巴菲特曾经在股东会里透露 不喜欢台积电的原因 原来就是公司的地点在台湾 那其实不单止是这样 所以现在呢 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 台湾有些舆论就说 民进党讲抗中保台的信仰 现在有谁会理你呢 现在股神都不理你 啊 台湾地区选举那一套 拿去国际叫销 结果就是台积电股份 被股神全面升仓 那台湾的传媒人 赵少康就批评了 他说蔡英文执政七年 将这个两岸搞到兵空之危 就算台积电那么好的公司 也都留不住投资者 台湾这个所谓护台的神山地位 遭受打击 赵少康就说了 投资者的眼光是长远 评估一个地方是不值得投资 一旦风险过大就会撤资 那根据台湾的经济部门统计 2022年核准外资来台投资 公司不动产业的金额 大概3.6亿美金 比2021年的6.53亿大幅减少了44% 他认为巴菲特考虑到 两岸地缘政治紧张 出清持股 可见台湾企业正面临不稳定 政局和战争风险 严重影响前景和职效 难道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 不用负责吗 赵少康也提到 同一时间 台湾固泰电池製造商 輝能科技宣布 在法国投资1,743亿新台币 兴建供应电动车用的电池超级工厂 这家辉能公司的董事长就说 因为政治因素 就不想在台湾地区扩大太多的产能 就是本身是台湾的公司 都不想在台湾设厂 就去了法国设厂 投资1,743亿新台币 兴建电池的超级工厂 反映出台湾地区投资环境的不安 和民进党当局被不信任 赵少康就感叹 留不到电动车产业 更加重重地打了民进党当局一巴掌 他就说 蔡英文经常去试测部队 试测复兵役的期限 然后跟大家说 台湾适合投资 根本是自三谋台 大家都很显而易见 巴菲特 基本上都是一个很精明的投资者 坦白地公平地说 巴菲特 不只是沽台湾电 其实巴菲特 其实巴菲特 也持有了很多年 过去的大副年 他是分批沽比亚迪 现在还有在手 他的原因都是一样 就是地缘政治的问题 都担心中美争拗 影响到中资企业 但是他就很快地 扔掉台式电 似乎巴菲特就告诉大家 他更加担心台海局势 更加担心中国武统 而且更加担心 中国武统台湾 大陆武统台湾 可能更加快会发生 所以他扔掉台式电 就比比比亚迪更快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的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付费订阅石楼台更加方便 我们都优化了视频播放器 网组比较慢的时候 都可以看得流畅的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自电3181-3890 或者是用画面上的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的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的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的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支持巴士的部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请订阅